來根據這個高雄市驚訪的統計 賺這個車主 收拾沒有背入來的插桌案 在那一百控告轉移度 發生到一百四十驚 汽車有十五驚 汽車有一百二十五驚 像剛才這樣 直接把車塞在走 也發生不太走 像在台南有車主 到夜市要消夜 春日就賺機會軟去車上 把車塞走 然後高雄的客廳車輸機 就很快走便室 就把車停在路邊 車也是讓曬去 慶豐是讓開車的鄉親 就算像路車買一個飲料 也一定要關營營 收車門 才不會來將做拍到的目標 很多民眾可能會像這樣子 想說只是下車買個飲料或是掃東西 才幾分鐘的時間 就不熄貨也不鎖車門 我看紅頭看的客廳車 又用警察綏繞過去 客廳車走幾個百公車 急速送停下來 警察隨便把他扔掉 他剛才到下廁 偷看這台客廳車 一分鐘的時間就跟他偷看走 因為車主去要走便室 沒有經過 把車停在下廁 警察車六拍的人 要把車移下來 台南這個車主是去夜市買一個消夜 沒有把手機搬下來 也沒收起來 這樣把酒緊緊看他的車給他們偷看 還有另外一個車主才買入去買碗 也是剛才車子 想要走動又欺負 又用警察的統計 一百零九年車紅頭看的暗驚 乖車十五驚 歐洲拍一百二十五驚 民眾如果說要下車購買物品 或者是接小孩的時候 常常有的時候會一時貪圖方便 沒有把鑰匙拔下來 那這個時候容易變成 歹徒技術的目標 提醒大家下車時 收拾要背掉 車門收起來 幾個表情做好這些動作 只能補給你的車 賣給車子抬起來